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是第19期 讲了不少期了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标题 可迭代的对象 什么意思 咱们今天就要建立一个可迭代的对象 什么叫可迭代对象 就是说咱能够通过这个Full循环 通过这个LightOff循环 通过这个LightIn循环 能够循环的对象 叫做可迭代对象 今天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咱们要制作一个可迭代的对象 第二怎么制作可迭代的对象 就用这个Symbol Symbol以前学过 叫做这个符号对吧 它有一个内部唯一的ID 咱们就用Symbol.interitor 什么意思 迭代器 咱们来建立一个可迭代对象 怎么做 咱们看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 咱们再看实战演习之前 咱们先不看上面这个部分 咱们先看下面这个部分 什么意思 咱们看一下这个可迭代的对象 该怎么用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player 行吧 这个类名叫什么无所谓 咱们主要看后面 我传进来一个数组 没问题吧 数组里面有多个元素 库里哈登乐布朗 对吧 然后生成这么一个对象的实力 接下来咱们以前就是说 像这个对象点什么什么属性 什么方法可以使用 不 大家看 我怎么使用这个player的对象 大家看 我是用for light off来使用 大家注意看 现在这个player 在这个位置上 就叫做一个可迭代对象 怎么迭代 我取出player里面的任何一个值 然后把这个值输出 这个地方 我提前跟您说 这个地方会输出 库里哈登 乐布朗 没有问题吧 这样就说 咱们建立了一个 可迭代 可用lightoff 来使用的这么一个对象 好 咱们知道它的使用方法之后 咱们再看如何定义 其实不难 咱们看 首先class做一个player类 这个类其实不叫player更好 比如说叫这个list playerlist等等 都可以 无所谓 咱们看 构造器 里面接受一个list的数组 然后传给这个类的属性变量 数组 没有问题吧 接下来 是今天的重点 大家看 我这有一个中括号 里面括上 叫做simple.interrator 迭代器 然后呢 注意看 一个括号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呢 是迭代器的内容 有朋友说 这个干嘛要这么写 这个 就这么写 这个需要把它硬记下来 你说我这写个别行不行 不行 只能这么写 这是ES6的规范 好 咱们看这迭代器里面 那写什么 首先我定一个当前的索引 current 没问题吧 然后呢 我把this 这个对象本身 附到什么 大家请看 叫z 这无所谓 this z 无所谓 但是为什么 我这一定要把this 付成z 是这样 因为以后咱们在做这个voe的讲解的时候 也是这样 因为这个this呀 它在不同作用域里面代表的内容不一样 咱们想要什么 咱们想要整个对象的这个this 怎么办 我只有把this呢 付给z 因为咱们在接下来函数里面的this呢 会发生变化 所以说咱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把this呢 转移到另外一个对象当中 好 咱们看啊 我付了一个当前的索引 然后取到了lay的对象 叫做z 没问题吧 然后我循环 return return什么 这又是一个函数啊 这函数里面只有一什么 大家请看 只有一个next函数 这相当于是接口里面的一个方法 您就记住了啊 我这里面写next 用于什么 用于每次的迭代 好 咱们看啊 每次迭代里面该怎么写啊 稍等 我把这个屏幕放大一些啊 这样看比较清楚啊 大家请看 我这个next函数返回什么 返回 大家请看 我当前索引 如果小于用户传进来的这个数组的长度的话 当前索引吗 是零吗 如果它小于数组长度的话 那么呢 这个当前索引 我要返回这个对象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是用当前索引 取到咱们传进来的这个list 的当前的这个值 附成value 然后 我再给一个down属性 咱们上一期讲过嘛 如果是down 就认为是已经到结束 如果不是down呢 也认为是还能够继续运行 这地方呢 咱们要实现这个接口啊 所以这个down的地方 我给上false 为什么 是有值可以取到吗 对不对 这个value 会附上这个当前值的内容 如果说 这个current的当前索引 它不小于数组的索引了 为什么 超出索引了 比如说 咱传进来是三个元素 就这个 因为是从零开始嘛 所以当前索引 如果等于三 或者大于三 那么它肯定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失败嘛 失败咱们走 认为咱们是 这个数组循环完毕 那么咱给人一个down 等于数 这个是接口定义 有朋友说 这为什么是down 是因为 咱们迭代器中 每迭代一次呢 它都要去判断这个down的内容 这是接口定义 没有办法 这个咱们只能这么把它记住 好 这样的话 我再给您用一句话说 如果当前索引 小于数组的长度 认为呢 当前还有值 那么把这个值 付给value 如果咱们认为 当前索引 大于 或者说大于等于 数组的长度的话 咱们认为 已经到了数组的末尾 循环完毕 咱们把但复生重 这就是咱们迭代器的定义啊 其实不是很难 有朋友说 哇 第一次接触 感觉有点难 没关系 您实际上跑一跑 就明白怎么回事啊 好 咱们马上就跑一跑啊 咱别光说您跑 我先给您跑一个 看看啊 好 咱们建个文件 然后把咱这个代码拷过来 Go 刚才大家请看 我这画面上好像都是黄线是吧 那可能是我这插件的问题啊 因为在这个 这个vs里面 你要想使用这个插件的话 可能这个这个 如果你要不使用插件的话 当前行 它不会高亮 这是这个 现在vscode的问题啊 好 咱试啊 node.js 回撤 大家注意看 呃 这个地方 我传进来了一个数组 没问题吧 当我迭代的时候 它会输出每个内容的信息 好 我再比如说 我在这加上点条信息 哎 稍等 比如说我叫name 可以吧 加个文 冒号吧 好 咱们再运行 那就是冒号嘛 对吧 冒号 打出来每一个圈的名字 没有问题吧 也就是说 咱们这样的定义 player这个对象 然后呢 定义它的一个迭代器 这样 咱们通过一般的led off 应该是forled foroff这个语法呢 就能够引用到它 就能够把所有的内容呢 迭代出来 这就相当于 咱们自己做了数组 做了一个集合 做了一个数据结构 而然后呢 咱们可以用foroff进行迭代 非常的方便啊 呃 这个呢 这种写法呢 可能不是最常用 但是呢 您在处理业务上的某种数据的时候 应该会用得到 所以说呢 咱们做一个知识点呢 今天呢 介绍给您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用库呢 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吧 拜拜